Hello,大家好,我是厚依 组织中因为功能的需求会区分出不同的部门 各个部门有自己的专业执掌 这也代表他们在看待组织事务时 多半会从自己的角度做思维 因此常常缺乏共识 造成团队的沟通不良以及冲突的问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优秀团队建立及运作的基本要素 第一,要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领导者通常是影响团队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 所以必须以身作则 用谦卑的心来领导部署 并且清楚地勾勒出组织发展蓝图与目标 才能建立团队对组织的认同感与相信力 同时有效地配置合理的人力及相关资源 透过大家都能认同的工作方法 使得团队及业务都能顺利运作与执行 第二,前瞻的经营策略及目标 团队必须具有明确的组织发展使命及愿景 以及组织经营策略与目标 借由组织文化去行述全员一体的价值观 进而共同达成营运目标 第三,有完善的组织发展及机制 组织的发展运作必须透过完善的管理机制 以及流畅的沟通管道来维持 而管理机制的设计需要具备弹性 并且随时减制极致的合一性以及严谨性 让组织运作正常发展 第四,有进合的业务团队 除了资源合理分配外 借由不同业务单位 借由挑战性的任务以及目标来刺激成员向前 并且也鼓励透过跨部门的合作 来共同完成组织赋予的任务及目标 同时透过标杆学习以及业务轮调的方式 来消除变异与僵化的组织体系及思维 第五,有效能的后勤支援团队 为了能够让业务顺利运作及执行 后勤支援团队能够协助作业流程运作顺畅 透过精简的作业程序以及依化效能系统 协助前线的同仁缩短作业时间 提供顾客更完善的服务品质 然而身为团队的领导者 必须提供充分而且有效的资讯 透过有效的沟通,清楚创达彼此的想法 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与 以及给予团队自主决定的权利和机会 这样才能使运作顺畅并且建立成功 有人说领导是种学问,更是一种艺术 领导者的风格会决定一个团队文化与发展 甚至超过一半的比例决定组织所赋予